知识不忘再沟壑 永世不忘丧其援 语出孟子腾温功下 此句大意义是是 知识不怕牺牲 时刻准备葬身三沟 永世见义而为 不怕为此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本章从孟子的弟子陈黛 对老师不见诸侯的劝导开头 最典型的一次就是 孟子故意装病回避齐宣王 作为弟子的陈黛 他觉得老师这样做 难免有些小家子气 他认为你主动去见诸侯 可能就能够辅佐君王成就大事一样 于是他又引用 王此而之寻劝导孟子 王此而之寻 后来就成了成语 王此之寻 意思是说 取则一此却能伸直八尺 比喻我们在小处委屈一些 以求得更大的好处 孟子听了他坚决反对 他提出了志士不忘再沟壑 勇士不忘上其元的刚正主张 孟子认为 王此之寻是受利益的驱动 他说 如以利 则往寻直辞而立 亦可为余 如果从利益出发 那么取则八尺深植了 只有一尺的事情 你也可以去做了 那这就成了历令致婚的荒唐地步了 所以现代社会不少丑恶怪诞的现象 都是逐利造成的 所以孟子的这个警示 在当代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 最后孟子直接指出 妾子过矣 亡己者 未有能执人者也 那你自己不政治 那就不可能让别人也做到政治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孟子主张通权答辩 但是他在利身处事方面 却是非常的刚直而不可苟且的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也许正是因为孟子坚持了这个原则 所以才使他的学问 历经千年而不衰 光耀不金